在9月16日,那场暴雨泥石流的神树瓶暂时闭源,令我们焦虑的11天过去,27日基地重新开放的那天,满心期待的辛巴粉们带着无尽的关切和牵挂,第一时间奔向了神树瓶,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我们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 小奇迹,那一只曾经历过无数苦难,如今刚刚开始在新场地适应生活的小熊猫,它的状况让我们无不感到痛心,它被安排在紫燕大叔原本的院子里,而紫燕大叔则被迁移到了繁殖场的飞展区。 我们看见小奇迹独自睡在外场的角落,那模样可怜兮兮,一脸的委屈,仿佛在诉说着它的无助和孤独。 小奇迹的过去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痛,它在美国华盛顿动物园的岁月里,经历了饥寒交迫的日子,从未享受过盆盆奶的温暖。 小小的年纪就要担负起外出展出的重任,尽管它有着阳光般的名字,但背后的童年却是充满了心酸和泪水,这样的经历让它的性格变得敏感,胆小,极度缺乏安全感。 我们明白,适应新的环境对任何大熊猫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,尤其是对小奇迹这样的个体。 而如今,不仅要更换场地,还要面对曾经熟悉的王奶爸的离去。 我们不禁要问,忠心为何不能更加人性化地考虑这一系列的问题。 现在,小奇迹却被安排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,这样的变动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困惑和愤怒。 网友们的质疑和愤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 我们理解,换场地从理论上说,是一种为了熊猫们更好的生活而采取的风营方式。 然而,对于小奇迹这样的熊宝宝来说,每一次的场地更换都意味着要经历未知的恐惧与不安。 它的敏感和胆小让它在面对这些变动时显得尤为困难。 我们希望忠心能够充分考虑到每一只熊猫的性格特点。 像小奇迹这样的熊宝宝,更需要我们的关爱和呵护。 刚刚适应了家的环境,就需要给予它更多的温暖和爱,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变动和伤害。 我们强烈要求忠心能够让网奶爸回来继续照顾小奇迹。 网奶爸的悉心照料能够给予小奇迹更多的安全感,帮助它更好地适应新的场地环境。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国宝大熊猫都能得到善待,享受国宝应有的待遇,活成国宝该有的样子。